爱不重不生缩脱 面不移不生净土 我们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上来 为什么搞六道轮回 整个六道轮回的能量 最大的能量 核心的能量就是爱 我们叫它秦职 是这样来的 它才找身体应由换身 换身就是物质 这个身体是物质 这个爱的念头 就是找身体 那么佛经上跟我们说的很清楚 找身体是有缘跟没有缘 没有缘你看不见 有缘就看见了 是 四中间 到你家来了 啊 有 清音乐 清音乐是什么 跟你 跟你有恩 有缘 有债务 逃债 还债 佛讲 这四中 云 父子 父子关系 这四中 没有这四中关系 不会到你家来 那么人与人之间去 统统这四中去 只要你跟他认识 决定是有这四中关系 没有这四中关系 对面不是不相识 给你这有关系 决定过去生中 有这四中关系 如果是报恩的 孝子先顺 他来就好 就听话 孩子就怪 好呀 来报怨的呢 小时候也要讨你欢喜 长大之后悲逆 叫你伤心 叫你难过 重一点的时候 会搞你家破人亡 你过去叫他家破人亡 他今天来 要叫你家破人亡 你欠他债的 他来讨债 债还清了 没事了 如果你欠 这个 他欠你的 是来还债 欠你多 还得多 也就是 你的物质生活 他照顾得很周到 他不孝顺 他对你不尊重 那么 他就还得少 还得少 你生活很辛苦 他有钱 他不给你 报恩 报恩 讨债 还债 怎么个关系 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 说穿了 佛式将穿了 运运 相报 没完 没了 而且 深深深深深 纠缠不清 你是六四星 多麻烦 你要不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游戏 不会中断 而且 我们在历史上看 非常 惨烈 他报 不是报到恰好 他做的太过分 太过分是 来生的时候 你再报复他 比他又过分 到最后 演变什么 演变战争 那就伤及无辜 这无辜跟你 又发生了关系 所以想到 这些地方的时候 六到底都不能住 能不能超越呢 遇到净土 就遇到超越的方法 决定不能再干了 真正觉悟了 觉悟之后 要忏悔 忏悔搞真的 不是搞假的 头一个 决定不跟人家怨 别人 毁谤我 无辱我 陷害我 通通做还债项 我过去生中欠他的 我这一生 他对我这样 我还他了 不能有报复的想 不能有怨恨想 心平息 欢欢喜喜 这笔章了 做人 就是要吃亏 就是要上当 因为我过去占便宜 占太多了 现在就是要吃亏 就是要上当 人生就这么贵死去 再不跟人 绝缘出 再不欠人 再无了 一切都做 还债项 这是真 佛跟我们讲的话 真话 佛不讲讲话 我们心就很安 心安 心定 就生智慧 对佛感恩了 对众生感恩了 我们六根 接触六成经济 眼看到的 耳听到的 笔文到的 学长到的 身体接触到的 看破方向 就在其中 这叫真修啊 好 差不多 好 好 就算了